哈喽大家好呀 不知道屏幕对面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看完了本赛季NBA西部第一轮的雷洪抢击之战 我不会告诉你我是在哪里看的 最后3.7秒 此时红队以103比102顶先雷霆一分 但雷霆的多尔特绝杀三分出手 被哈登直接大冒拒绝 关键的是多尔特为了抢回球权 再把被冒回来的球往哈登身上砸去 以博取一个界外球使 哈登躲过了 别人我不知道 但远在北京的腾讯体育 此时哭晕在厕所 雷霆只得使用犯规战术 科文顿两罚中一 最后1.1秒 雷霆亚历山大发边线球周期附体 比赛结束 此时腾讯体育已经不省人事 和腾讯体育同样伤心的 还有胡人球迷 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他们已经知道 此前淘汰开拓者进入下一轮的胡人 即将顿入虚空 不得不说NBA已经很努力 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了 本场比赛 联盟选择的执法主才 史斯科特·福斯特 在他执法的比赛中 红队已经遭遇季后赛7连白 但是这次魔咒失效了 35岁的保罗在赛后采访时 几度哽咽 醒过来的腾讯体育也跟他一样 当下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腾讯 当万众瞩目的胡人 在西部半决赛遇到火箭 也就是那只不能提的马赛克队 这轮系列在拨还是不拨 这是一道松命题 波马扛不起名义 尤其腾讯体育本赛季坚持至今 一场马赛克的比赛都没有转播过 一旦破功 必然被扣水淹死 考虑到大洋彼岸的董王 还有一道对字节跳动和微信的行政禁令 将在9月下旬正式推行 此时播出恐怕会招来和头条一样的 铺天盖地的贵了的职责 不拨付费会员和球迷已经怨声载道 买了胡人赛季球队通的会员 还有花了50元 买了近期腾讯推出的全赛季官赛包的会员 现在到哪里说理去 相比于用户流失到倒播平台 或者涉赌网站 让外人大减便宜 腾讯更苦恼的是用户和节操如何两全 而且不退钱 给腾讯算一笔财务涨 你就会知道他们为何如此纠结 今年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腾讯体育的NBA业务 有一半的命是胡人球迷给的 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 前两年购买腾讯体育NBA球队通的会员 主要是四支球队的球迷 火箭 勇士 胡人 骑士 2018年詹姆斯二次出走 导致骑士衰落 勇士在去年夏天 先后经历了汤普森受伤 杜兰特离去 库里商庭 直接躺地上开始摆烂 退出竞争 并用国联盟倒数第一 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休斯顿火箭 在去年因为众所周知的事件 成了马赛特队 胡人球迷一下成了俄村的希望 给大家说个数据 今年球队通的用户里 胡人球迷就占了70% 购买腾讯NBA赛季观赛包的球迷 超过了200万人 这可是超过一亿的收入 同样大部分是胡人拥躬 按照往年经验 老东西布决赛时 所有比赛都将免费播出 半决赛可以说是最后的创手创口 然而哈登的一季盖茂 把腾讯体育 删到了过去一整个赛季 最尴尬的位置上 你说腾讯该怎么选 其实回顾一下 过去的这个多灾多难的传奇赛季 腾讯体育的每一天 过得都步履为艰 掐指一算 距离莫雷发出那条推特 居然过去快一年了 北京时间2019年10月5日 早上10点41分 47岁的精算师 火箭队总经理达雷尔·莫雷 发出了很可能是体育领域 迄今最贵的一条推特 直接击垮了腾讯体育和NBA 已经维持了4年的甜蜜关系 以及计划中 还将继续坚守6年的幸福生活 在那条著名的推特发出后 多家中国媒体转播商 宣布暂停对莫雷 火箭的新闻报道和赛事转播 多家赞助商宣布 终止与火箭 NBA的合作关系 包括普凡银行 领宁 水星柯天 你我带等中国企业 相继表示终止或暂停 与火箭队的合作 根据ESPN后来报道 这导致了火箭本赛季收入 减少了700多万美元 如果算上多年合约 损失共计达到近2000万美元 而NBA呢 从其中国官网来看 与NBA官方进行合作的 27家品牌 表示就此终止合作关系的 就包括了长虹 无尊 美龄 伊亥租车 安踏 青阳 邪城 德克市 Vivo 中国移动咪孤 康师傅 猛牛 小银科技 以及民族之光 美股九神 暴打资本主义的瑞幸咖啡 今年2月 NBA总裁肖华 在全明星赛前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用几乎一半的时间 回答了有关NBA与中国市场关系的问题 当时他承认 莫雷事件导致NBA遭受了 不到4亿美元的损失 换算过来 就是约25亿人民币 当时他还说 美国孟之队可能会前往中国 举办两场热身赛 如果此事得以促成 他们将不再举办过往的NBA中国赛 只能说你真敢想 然后就是疫情来袭 哥贝尔无知者无畏 摸了记者的录音笔 之后他成为NBA第一个被确诊案例 NBA随之停摆 一切积极 在国内 最受伤的当然是腾讯抵御 莫雷事件爆发后 不仅季前赛转播马上叫停 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常规赛开打后 手握NBA中国地区新媒体 独家版权的腾讯体育 不再像往年一样 对所有赛事进行视频直播 而是每天只视频直播一场比赛 其他赛事仅采用图文直播形式 捧着今晚要饭的滋味 大概莫过于此 至于马赛克队 再也没有上过腾讯的直播名单 而且以往主持人那些 生硬的口播台本 和露骨的插补广告都消失了 毕竟没有赞助商 敢在这里出现 这时候 你再看看同样以篮球为主流话题的虎扑 作为最早抨击莫雷 并迅速将火箭专区 从自家网站上撤掉的平台之一 普普随后又成立了一个莫雷赤剑专区 更骚的是 尽管火箭专区不在 但到今年初 他们又创立了一个哈登威少临时讨论区 腾讯显然就没法这么玩 想要更深刻地理解腾讯的损失 就要看看腾讯到底在NBA身上砸了多少钱 过去多年来 NBA在新媒体方面 都会选择和各个阶段风投最盛的平台合作 从最初的门户网站 搜狐Tom 到因微博而兴盛的新浪 再到2015年选择了腾讯 过程中 NBA的版权收益也不断飙升 2015年初 腾讯以5亿美元 拿到2015-2020赛季 5年的NBA数字媒体独家转播权 一个赛季1亿美金 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天价 一年多以后 腾讯又以2亿人民币的总价 买断2016-2020赛季的联盟通权益 在周期后四年中 拥有NBA赛季全部 1230场常规赛和全部季后赛的 数字媒体转播权 腾讯体育也随之招兵买马 拦下北美四大联赛其余赛史 围绕着NBA这个核心IP 成为中国媒体平台中的关键一级 到2018年 双方开始新的周期续约谈判 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2019年3月以后 阿里加入这场争夺 明确要求独家 根据后来媒体的报道 双方最终的报价没有太大区别 代表双方的两位 认识互联网行业最强的两位二把手 腾讯的刘志平 和阿里的蔡崇信 双方都为此投入相当大的能量 但最终 小华选择了与腾讯许约 腾讯和NBA再次签署了 2021到2025年的 中国数字媒体独家 官方合作伙伴协议 价格是上个五年周期的三倍 大约是五年15亿美元 对比一下 你就知道这大概是什么水平 2014年 NBA与美国本土的 两大体育转播商 ESPN和TNT 签下一笔 总金额达9年240亿美元的 天价媒体版权合同 覆盖了2016到2025赛季 算一下 现阶段NBA在美国版权价格 年均超过26亿美元 比上一周期增长186% 听起来比三亿高多了对吧 但那可是体育文化 已经相当成熟的美国 而在中国 我们喜欢看增长 比上一周期增长200% 一年三亿美金 也刷新了中国市场的 体育版权价格新高 成为最贵体育IP 看看同行吧 本土的中超版权 在体育动力手里 10年110亿人民币 平均每年11亿人民币 苏宁首例刚刚丢掉的 英超版权 此前是3年7.21亿美元 换算下来 平均每年约16.5亿人民币 我们做个最粗略的推算 一个赛季大概20亿人民币 常规赛加季后赛 超过1300场 一场比赛平均版权成本 在150万元上下 这个价格 无疑是对腾讯体育 变现模式的一次考验 其实在本赛季以前 腾讯体育已经可以 把单年整体营收 做到将近15亿人民币 当然这还要扣除掉 版权 直播 运营等成本 但从收入结构上来看 NBA是其大头 而广告收入 又是NBA收入的大头 其次是会员销售 其他方面 例如卖电商周边 直播间给主播刷礼物等等 比例则要小得多 腾讯体育为了收入也是蛮拼的 即使有很多球迷非常不满 NBA转播中经常出现的 安全套和脚气药广告 但收入至少 知名篮球解说员王猛就表示过 这个安全套品牌觉得 和腾讯体育的合作效果十分不错 第二年续月投放 王猛和柯凡 甚至亲自出演了他们的广告短片 根据腾讯2019年 第二季度的业绩报告 2018-19赛季 共有4.9亿中国互联网用户 通过腾讯平台观看了NBA赛事 是2014-15赛季的近三倍 而会员呢 腾讯体育推出了普通会员 还NBA的球队通 只看一队 和高级会员 还NBA的联盟通 全都能看 单月费用分别为30元和90元 连续包月 还可以优惠到单月22元和60元 非会员还是能免费观看 包括全明星 东西部决赛和总决赛在内的赛事 包括每天至少一场的免费直播 除此之外 腾讯体育也利用这些篮球资源 开发出了超级几额联盟 企额名人赛等资质IP 试不将旗下体育和娱乐资源进行融合 让吴亦凡在F3面前上篮 在雷亚伦面前投三分 如果一切如常 2019-20在即本是腾讯打磨模式 是迎接新周期到来前的最后一年 然而 一条推特 乱了这个美梦 无论谁 都仿佛听到了阿里在偷笑的声音 这段时间 腾讯和NBA一直在奔走努力 希望能多少挽回一些局面 悄悄去年11月 腾讯高管在三季度业绩电话会上 是这么说的 大量用户很满意腾讯提供的NBA内容 所以不会采取限制措施 而会积极处理好用户和NBA之间的关系 顺便聊一个八卦 今年5月11日 在接受央视网提问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 我们与NBA方面没有任何的接触和交往 我们的态度不会有任何含糊和回旋的雨滴 而且 央视体育频道将一如既往 全力支持本土顶级职业联赛发展 加大赛事转播报道力度 尽最大努力满足观众需求 事隔一天后 NBA就宣布 马晓飞走马上任 担任中国区CEO 接替2018年6月开始 担任该职位的张池居 后者也成为NBA中国 自2008年成立后 CEO任期最短的一位 马晓飞是何许人 你们或许不知道 但他的爸爸马国利 你需要了解一下 出生于1953年的马国利 曾担任央视体育中心主任 是央视体育频道的核心创建者 这几年也担任过 CBA公司董事长姚明的特别顾问 在央视和中国篮球界 都拥有深厚资源 更换CEO的目的是什么 昭然若洁 毕竟 NBA命名的风向标 有且只有一个 自去年10月之后 央视体育频道 在2019到20赛期 尚未转播过任何一场NBA赛事 腾讯这边也做出了调整 7月的时候 已经由腾讯公司副总裁 企鹅影视CEO孙中怀开始 与NBA中国高管直接沟通业务 从下赛季起 原本由腾讯体育负责的NBA业务 将全权转交给腾讯视频来负责 当然 也包括其版权成本 腾讯很受伤 但最受伤的是NBA球迷 尽管此前买了火箭球队通的用户 能够选择换队 但是买了其他队 或者联盟通的用户就亏惨了 在每天仅有一场的播出条件下 腾讯只能把机会 尽可能地给到人气最高的胡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奇葩的景观 其他队的付费用户 看图文直播 胡人队的付费用户 天天看着本来就免费的胡人比赛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加上疫情的冲击 3月12日停赛之后 无赛可播 4月腾讯也仅跟ESPN 推出了乔丹的纪录片《最后之五》 但播放量显然无法跟美国相比 随着NBA在7月31日正式复赛 腾讯体育终于放出了更多比赛 紧急推出50元的剩余赛季的比赛包 进行最后的回血大冲刺 而这个时候 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 尽管网上已经有了无数的资源 白嫖党重现江湖 甚至还有明目张胆 倒播腾讯的南光画质的 但最慷慨的解囊相助的人 无疑就是胡人球迷了 不播比赛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腾讯体育似乎至今 也没有给这些付费用户提供解决 或者赔偿方案 这才是大家抱怨最多的 人们喜欢说体育就是体育 体育不是政治 很遗憾 这就有点理想主义了 上期视频里 我们已经提到 政治是如何影响NBA的 今天体育 商业 政治 在这场小小的西部半决赛里 都交织在一起 从NBA近年鼓励自由表达的策略中 其实早就应该料到 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所有的策略都是爽人节 就在9月2日 哈里斯明一调查公布的一项 有关NBA收视率的调查结果中 有38%的受访人表示 当前NBA带有过于浓烈的政治色彩 是他们减少观赛的主要原因 如今 西部半决赛已经打到第三场 为了腾讯体育不再那么尴尬 也为付了钱的球迷们 能顺利观看剩余不多的比赛 请允许我私心一次 胡人总冠军 这里是破球光源 点个关注 下回见